我听说琉璃当年根本就没死 在宫中活得好好的 琉璃啊 咱们都是一家人 应该互相帮衬才对 不能进去 小娘子 小娘子 我表兄的财物在哪儿 还我 我不是还你了吗 你该不会告诉我 我表兄的遗物就是这家玩意儿吧 这个女人在这里颠倒是非 胡言乱语 直接丢出去 最详实 我不能拿你怎么样 但何东宫世子可以 他已经找人打探你的身份 恐怕很快就回来找你的会计 我虽然捡到了你的包裹 可为了避嫌根本不曾打开 赶紧戳呀 这根本就是你们兄妹俩串通好的 想找个好骗之人狠狠敲诈一批 通缉令上捉拿的医官 究竟是不是你 是我 我便是通缉捉拿的医官小豆子 也是裴郎君认识的民女育儿 究竟哪个才是真的你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担心哪个 机灵又神秘的丫头 重重误会之下 与红文馆裴行俭相识 并在其帮助下 以别出新材的新式舞群 赢得胡商大会的满堂贺彩 我只是在想 我是不是错怪裴行俭了 裴行俭被琉璃的纯真聪慧所吸引 而琉璃也看到了裴行俭的正直与才华 就在此时 小豆子若真是逃出了宫外 那孙德成这一次 必定找个机会 去见他 不好 他一定是去见孙内侍了 他们会在哪里见面 我看到斗医官了 就是他 不过愿的斗医官 义赴孙德成 掩护琉璃出宫背部 面对亲人的遇难 琉璃选择再次入宫 我要回宫自首 胡闹 我不能让他俩替我受狂 我要回宫救他们 裴行俭惊叹他的勇气 也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交付于他 宫中或许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记住 对曹王一定要敬而怨之 有人对太子不利 裴行俭暗查曹王 得知曹王私自运输了一批铠甲 裴行俭想让琉璃设法在宫中 向太子传递重要信息 阻止曹王私运骤驾驾 裴行俭凭借过人的胆略与智谋 晋升为太子贴身侍卫 而琉璃也发现 母亲之死与卓锦娘有关 决意深入尚服局一探究竟 男人是不是卓锦娘 当年我师 贵为天下第一针 司掌尚服局 欲满天下何等尊荣 可结果呢 落得家破人亡 身败名裂 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 阿娘 女儿明日 便能夺回属于您的金针 和天下第一针的封号 你怎么在这儿 你干什么 当然是梁腰围了 还能干什么 以后切记不可这么贪辈 莫要忘了 你自己是女儿时的 小豆子 证明一下 证明我究竟是不是男人 你不是男人 你是圣人 你是君子 你可以一直相信我 或许 不止眼前这一点 说不定 从很久以前就开始 二人在宫内互相照抚 心细彼此 裴行俭暗中帮助琉璃 调查当年案情 得知卓锦娘毒害安氏真相 发现二人情缘 早在十年前就已开始 至今还保留着琉璃荒乱中 留下的安氏遗物 天下第一针 我找了你十一年 没想到你已经来到我身边了 我们真的很有缘分 终于可以乌归原住了 我 小豆子的质疑记忆 真的有可能源于师父 此时的卓锦娘 已对琉璃的身份产生怀疑 危机将至 裴行俭为保琉璃安危 不得已献出金针 打消卓锦娘疑虑 这就是代表着 天下第一针身份的金针 琉璃 你放开我 你怎么自以为了自己的安慰 叫阿娘的金针 责开害死我阿娘的仇人 这便杀了我 更让我痛苦 金针事件 使得裴行俭与琉璃心生嫌隙 琉璃根本不原谅裴行俭 我不想看到你 斗医官现在不光是外伤 更重的是心病 我今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琉璃 你腿怎么了 这是我的事 我还要你过来 当初你在佛祖面前 求了一枚夏夏浅 接连两次 我暗中挡了回去 所以才有了最后的上上签 你说什么 小豆子 你和我还真是很有缘分呢 果然是个美人胚子 小豆子不见了 也有可能是曹王和杨妃 把她捉走了 琉璃不忍看到曾经陷害母亲的凶手得逞 却也深染剧毒 我也在找解药 可是这毒无药可解 我很清楚她现在的痛苦 就算她是我的性命 我也会治好你的病 裴行俭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不怕死 我不怕死 我怕的是指导死 阿娘的冤案仍不能真相大败 阿娘天下离之之名 仍被沙漠仇人窜夺 只要找到一种 叫做绝病雷公疼的草药 就一定能治好你的病 这是我的天生之物 就让她替我陪着你 安心得我回来 锦要关头 裴行俭不顾生命安危 凭借智慧取得解药 救下琉璃 二人兵释前前 何力化解畏惧 我心里轻辱 被行俭 此生能得以置信任 真的足矣 我不要此时此刻 我要和你天长地久 太宗驾崩 太宗驾崩 太子礼智继位 安事平凡 卓锦阳罪有应得 今早早有据 铁状如山 珍赃食饭 罪无可赦 琉璃 我不想死了 放了我吧 琉璃不 我不想死了 琉璃与裴行俭 历经生死 真心相爱 高宗感念三人有意 下旨赐婚 裴行俭在恩师苏定芳 以及一众友人的祝福下 最终迎娶了酷敌琉璃 你知道我忍得多辛苦吗 见不到你是忍得辛苦 见到你是 忍得更辛苦 我忍得更辛苦 两人喜结良缘 终成眷属 然而 大婚的喜气还未消散 更大的威局 便已来到了他们身旁 也许多好 伤心 灵海大长公主的芙蓉燕 是长安城内 最大的盛演之一 有资格受邀芙蓉燕的 都是长安城内有头有脸的人 因此 也是出了名的是非之地 今日大长公主 特意把你安排在女兵刺席之手 还对女兵名册讳莫如深 这其中定有文章 今日男女兵分席而做 我没法实时护着你 你一定要万分小心 略做做便找个托词出来 或者让阿霓给我递个话 我会想办法 带你提早联系的 我会想办法 怕什么 有你在 我安心得很 回禀郎君 娘子 与娘子同席的 有裴颜的夫人 世子夫人 珊瑚 还有一个叫陆锦娘的 不知道是哪家的夫人 阿霓并不认得 陆锦娘 你认识这个陆锦娘 陆锦娘 是琪娘的包妹 锦娘和琪娘子媚情深 她也很童狠合同功夫 只是 苦于找不到机会 替琪娘报仇 这大长公主 明知道锦娘她 绝不会来赴衍 却给她下了青铁 还给她安排在刺席的位置 你还是赶紧进宫面圣要紧 不必挂心这边 你放心 我定会谨言慎行 处处小心的 阿霓 我把娘子交给你了 你可要替娘子 处处留个心意 是 郎君 娘子 河奴公府那边 又有新动静了 前几日 秦入府的太医 都是按照一日三次 到昨日已经改成了一日一次 但就在今天 他们又请了一个相熟的外商医生 入了府 也不知道是何缘由 太医从一日三回 变成一日一回 说明大长公主的病就快好了 可为何 突然又叫了外商的医生 阿诚 阿诚 你派人去河东公府盯紧一些 再找人去库笛府 就说 我今日 会去拜访岳父大人 是 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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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曾经发生什么 我从未想过要去伤害山王 所发生的一切 也都是山湖他自己做出的选择罢了 阿诚 琉璃 阿草 阿草 这都是山湖的报应啊 别再说了 琉璃 男人 惑人 慑人 你英文 来 合 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万匹播 五万匹 如此一来大掌公主必不会放过你 说到底我才是大掌公主的眼中钉 她虽然可以掳走我的家产 但是她不能对我做什么 可是你不一样 难道你忘记七娘的事了吗 我自然知道 可我什么都不做 她就能放过我了 这栋新宅 新宅后院的良亭 良亭中吹消的羽奴 还有那些特意避开你来见我的庄头 这一庄庄一件件 不都是大掌公主冲着我来的吗 这些本来都是冲着我来的 就算她算计你 也只不过是为了我的家产 我说过那些家产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你的安慰 琉璃 你为何要为了那些身外之物 把自己置于险境呢 你难道以为我做这些 就是为了那些身外之物吗 那日你我一同归宁时 你替我教训了珊瑚和曹氏 那又是为了什么 我那一点就不过是为了 因为我替我替你 扩着你的谣官 我疯不过是为了 我一直以为了 夫人的杜瑚和曹氏 不过是为了 是我 berry 差点 掌公主的 老太摁 你呀 我呀 我呀 你呀 我给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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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扮演 我给你做的 你做的 王军 你今日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啊 我瞧你这几日都憋在屋里 想着早些回来 陪着你在院子里走走也好 这不是后花园吗 怎么想起来画这个 我想照着后花园的景致 做幅桌平 你看 画得可笑 大到亭台楼阁 小到花鸟鱼虫 难为你记得这么周全 对啊 娘子 今日外面春光正好 风也暖和 不如将这画案搬到后院去 这样 赏春作画两不耽误 安妮 小谭 帮夫人把这画案搬到后院 守约 后院的景致我已了然于胸 在哪儿画都一样 倒是有一个地方 我想去很久了 守约 过几日便是寻休 我想让你陪我一块儿去 可好 下个寻休日吗 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 我都会陪你去 我 娘子 明日便是寻休日 你说好了陪我出门的 可还有空 是不是这几日在家里温坏了 你放心吧 我答应的事情什么时候实验过 只是 有件事情 要借娘子的巧手一用 何事啊 这件事情啊 我本来想自己做 所以这几日在县衙里待到这么晚 可是无奈怎么都做不好 这才想起 我家的娘子 可是统领过 宫中尚服局的库笛大甲 这手上的精巧功夫 那可真是精彩绝伦 放眼这大堂 好了好了 把我夸成这样 也不知道是什么精细活 竟能把你给难住 要我做什么 待明日踏星回来 我帮你试试便是 可是你的郎君 一刻都不想多等了 阿霓小坛 东西都带起了吗 回禀娘子 娘子吩咐的物品 韭菜 糕点 都已备妥 给我吧 琉璃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啊 守约 我早就想和你一起去那儿了 可惜一直不得空 今日恰是时机 也好了却我长久以来的 一桩心愿 与奴见过郎君 夫人 瞧着模样 郎君可是要带娘子 去郊外踏青 好没规矩 这是你个奴婢能问的 大长公主将奴婢留在府上 为陆娘子送经 奴婢又怎敢不刻尽职守 郎君大约是忘了 今日是仙夫人的忌日 如今这和府上下 只闻新人笑 竟然连仙夫人的忌日 都忘得干干净净 就不怕仙夫人 在天上寒心吗 今天天刚擦亮 郎君就已经去祠堂 祭拜过仙夫人 容你在这儿多管心事 郎君情深意重 悼念王妻 本就是正大光明之事 为何要趁天蒙蒙亮 只怕是为了顾及夫人的感受 这倒是与诺多事了 守约正要带我去陆家子子的墓前祭拜 郑大光明 郑重其事 你们不是要去踏京吗 为了给陆家娘子准备祭品 娘子辛苦了这么久 将她身前最爱的锦织 一针一线绣下来 这份心事岂是你能晓得的 娘子闭门不出 你以为就是怕了你吗 笑了 语奴 你日日将仙夫人挂在嘴上 却连她的墓前也从未去过吧 为了给陆家娘子准备祭品 娘子辛苦了这么久 将她身前最爱的锦织 一针一线绣下来 这份心事岂是你能晓得的 娘子闭门不出 你以为就是怕了你吗 笑了 语奴 你日日将仙夫人挂在嘴上 却连她的墓前也从未去过吧 罢了 今日我就把你带上 让你在陆家姊子的墓前 好好地磕几个头 好 你你怎么都找找我 你会便宜 你什么都要不想 我去找我 你也不想 你知不知道 你还要摆在嘴上 我去找你 到你去吧 我去找你 你去找我 我去 琉璃 你想通我一起来的地方 原来是这里 鹿子子是我敬重的人 我早就想来她的墓前祭嫂 守月 我不是小气之人 鹿子子顽固多年 你依然对她有情有义 这才是我喜欢的郎君 以后你若想念鹿子子 咱们便一起来看她 可好 鹿子子被林海大长公主 和你的族人逼死 却有苦说不出 有仇不能报 最可恨的是 鹿子子已经走了多年 林海大长公主至今 还打着与鹿子子母女情深的气好 继续陷害你 盘剥你 鹿子子 我知道你走得委屈 走得不甘心 你若泉下有之 便保佑我和守月 保佑我们早日为你报仇 雨奴 你还记得我说过 要拿回你的东西吗 这么快别忘了 雪儿子 雪儿子 你还记得你 喝酒 我哭了 我哭了 难道他说的是生气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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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了 我哭了 我哭了 你哭了 你哭了 我哭了 守约 谢谢你 我真的没想到 你想出这个办法 让娇慌的大长公主 也只能吃个哑巴亏了 心中预计多年的苦涩和怨恨 也治愈了许多 你我是夫妻 有什么好谢的 都说夫妻之间最难的 就是同甘苦 共患难 但是在我们之间 我从来都不担心这些 你知道吗 我唯一怕的 就是你不相信我 在我第一次见到羽奴的时候 我怕得要命 我害怕你中了大长公主的基层 怀疑我对你的爱 那次羽奴趁你不在的时候 来到咸崖 我就知道 大长公主想故技重施 郎君先喝了这碗姜汤 羽奴在伺候您更衣 他离间我们 就是再次为家产不择手段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赶紧出去 阿成 送他出去 是 方才我已让人备了热汤 一会儿泡一泡 续续寒吧 可是没带换起的衣裳 这可怎么好啊 你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郎君不愿吃羽奴带来的韭菜 只怕也不愿穿羽奴带来的衣裳吧 这不是夫人给郎君亲手做的衣裳吗 这郎君只是不吃你带来的饭食 可这夫人亲手做的衣裳 却是郎君的心爱之物 我怎么也没想到 羽奴会在衣服里动了手脚 第二日便被你发现 阿成的那点谎言怎么瞒得住你 娘子 守约 你还为喜玉怎先换了衣裳 碧娘子 是阿成大意了 刚才不小心把茶水 扑到郎君的衣服上了 故而阿成就给郎君换了套衣服 我之前怎么和你说的 你这耳朵是不是把我说的话 都当成耳旁风了 赶紧跟夫人解释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成知错 郎君跟阿成说 只要夫人问及此事 便要知无不言 不得有任何的隐瞒 更不能欺骗 阿成对你倒是忠心 请夫人息怒 阿成只是怕娘子误会了郎君 才故意隐瞒 是阿成自作主张了 然后你便演了杂碗生气的戏 给无碍的雨弄看 但是谢谢你 谢谢你毫不犹豫地相信我 方才是谁说的 夫妻间无需说谢字的 只是 我信你 你却未曾完全信我 否则 又怎么会想要瞒我那么多事 我那时不想看到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你说得对 是我不好 我向你认错 下次再也不会了 既如此 那雨弄的事以后就全权交给我 你可莫要心疼 我才不心疼呢 你 娘子 雨奴来了 雨奴见过娘子 郎君 不知娘子唤雨奴来 有何吩咐 雨奴 还记得我之前对你说过的话吧 如今你的身器已在我手上 只要你日后安分守己 我之前答应你的事 依然还算数 等过两年 我会寻个好人家给你嫁了 你可晓得我的意思了 如此甚好 你回去歇着吧 你这才是不想的 你愿意 因为花质 可是人家也不辞 up 你不想要说了 对啊 给你打破了 你的去了 你还没那么提醒 可是娘子 等你回来 玉汤就凉了 玉汤是小 总不好让一母空等了一场 守约 玉汤已经好了 趁着我出去的功夫 你先去沐浴可好 娘子只管去 为福遵命 阿诚找到新的宅院了 我们下个月一起搬过去吧 为何要搬 这个家我很喜欢 我们不要搬好不好 这就是你给我挑的灵巧人 还不如个废物呢 只望他离间守约夫妇 费了我那么多钱 那么多心思 结果与奴今日 主动去县衙求放粮 那个裴行俭 直接给盖印披和了 我还能活多少年 我还能活多少年 我这么费尽心思 筹谋这么多 还不是为了你们的将来操心 西夫无能 西夫之所好 若以后你们再做错事情 也要认罚 别怪我 没把话说在前头 是 我会想着 修徒 我会想着 我会尽门 我会不会 我会想着 我会否 那边 你 我会想得到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林海大长公主把洛阳的房产地契都送来了 不知道又编什么坏主意呢 你是怎么考虑的 这洛阳家产是裴族的眼中钉 也是大长公主嘴里的肉 如果一直在我们手上 那我们和大长公主的斗争就会没完没了 倒真是成了烫手的山芋了 所以啊 除非这家产是由一个 大长公主得罪不起的人保管才算了解 那个雨奴被我放凉了 你是不是舍不得啊 你说呢 我的娘子尽名能干 哪能中别人的计则 琉璃 洛阳家产我想好了 我给你写了一封文书 我把文书交予你 由你使用 你放心吧 我绝不会坐以待毙 任人欺负 我会保护好自己 也会保护好我们的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是真妓 为何楚相还让你带回家来 你夫君的字啊 在长安城也算是小有名气 楚相带着字帖找到我 自然是想让我帮她多领几张 昨日我去探望异母 异母说 生人有意废了王皇后 改离武昭仪为后 此事可是真的 不错 以楚遂良和长孙太尉为首的老臣们 竭力反对 圣人看似没有办法 但是台上台下都做了不少功夫 这回圣人 是下来大决心了 圣人登基多年 可仍处处受朝中老臣制吼 你是圣人的心腹臣子 圣人想要立武昭仪为后 凭着你我与圣人和武昭仪的关系 大家必定认定 你会立主废后 帮武昭仪坐上皇后的位置 可楚相和长孙太尉是一边的 按理来说 他们提防你还来不及 你想多了 这字天呀我早晚都要还回去的 那我们明日就还给她好不好 不急之话 这几日我要好好地多领几遍